红房子 红房子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上海人来说 都是耳熟能想的 想当当的名字 我因为现在自己做了父亲 做了父亲以后 其实我对妈妈有的非常深刻的 甚至是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我觉得母亲非常伟大 所以我觉得妇产科医院是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它是所有人类生命的开始 这台剧其实我们要表现的是王淑珍教授 虽然他不在了 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陪伴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 所以就想到了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影像加上AI的方式 有一场穿越时空的交流和互谈 一个人能够一辈子致力于一件事情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是中国妇产科这个领域的伟大的惦记人 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女性的健康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女性的健康 关爱女性 你看到的就是复旦 你看到的就是复旦 好 好